花蓮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堂 从去年的7月1号开始 就封管进行大规模的整修作业 赤支5000万元 改善建筑防水以及空调设备 并且也强化了包括 舞台灯光的格局 投影 钢琴等设施 耗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终于在5月30号这一天 正式的开放启用 30号下午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堂 在县长徐正伟 台义大副校长薛文珍 以及乡镇市首长议员等 贵宾共同拉财下正式启用 文化局演藝堂 在去年的7月1号开始 就封管进行大规模整修 赤支5000万元 改善建筑防水以及空调设备 并且强化舞台灯光格局 投影 钢琴等设施 就是希望提供民众 一个更好的视听环境 因为这是5000多万的经费 让我们的这个表演舞台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 很多的设备能够更加的充实 另外让我们的这个 对于音乐家能够最大的尊重 就是让他们的这个演奏的钢琴 能够更好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构置了 那个非常好的钢琴 能够在提供给我们未来 国际的音乐家 乃至于全国的音乐家 那在这些的音效音响 还有这个我们的 里面灯光的设备的改善 相信我们这个今天开始 我们新的花莲县演艺堂 会一个全新的方式 展现给大家 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节目 会让大家一起来享受 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堂 整修风管将近有一年时间 在30号重新启用 所演的就是台一大舞蹈戏经典的芭蕾舞剧 《天鹅湖》 早在开演之前 演艺堂门口就排出长长人龙 大批民众前来 就是想要一睹舞蹈作品的多元风貌 搭配太平洋左岸艺术记 文化局演艺堂在台一大舞蹈戏 师生条件舒哈的表演下 以全新风貌呈现在民众面前 而接续还会有更多的展演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文化局网站查询 记者徐黎晴 欢迎视频报导